各位学员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讲解了IIS的解释讯漏洞 这节课我们继续讲解一下解释漏洞 解释漏洞是Web服务器应对HTTP请求处理不当 将不允许可执行的脚本或者文件当作了可以执行的脚本或者文件进行执行 该漏洞一般配合服务器的文件上传功能 以获得服务器的权限 解释漏洞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IIS的5.NG或者6.0的解释漏洞 IIS7.0或者IIS7.5或者NGX小于0.8.3的机型解释漏洞 第三个NGX小于8.0.3的空置节代码执行漏洞 第四个Apache的解释漏洞 最后一个是NGX的CVE的解释漏洞 我们来看一下IIS6.0以下版本的解释漏洞 第一个就是目录解释 当IIS在解释一个文件的时候 它包含了一个类似于xx.asp的这个目录 后面不管是什么文件 它都会当成一个ASP文件来执行 第二个分号或不解析的漏洞 我们设计一个行录text.asp 分号.jpg的这个文件名 当上传之后 还是这个文件名的时候执行的时候 只是当成text.asp这种ASP文件来执行 最后一个就是IIS默认配置的时候 会有ASA,CER,CDX默认可以执行 第二个IS7.0,IS7.5或NGX小于0.8.3的机型解释漏洞 当然这个是在fastcgi开启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我打开了一个NGX的微博容器 然后上传了一个php.info.jpg的图片 然后我们正常打开图片的时候 是以文本的形式显示的 然后我们通过解析漏洞 就是在这个文件后面 加了一个斜杠点php 它就可以当成了php来执行 接下来就是NGX和Apaq的解析漏洞 NGX小于8.03的空字节代码执行漏洞 当然这个是在fastcgi关闭下还是有的 在文件的路径如XX.jpg后面加上 把番号00.php 就写下形容 斜杠XX.jpg就是这个文件 然后后面加了番号00.php 这样的文件就会解析成php文件 而Apaq的解析漏洞是 Apaq以module模式结合的php存在解析漏洞 Apaq是从右往左开始解析的 如果遇到不可识别的 那就不解析 然后再往左判断 左边一个是Apaq可以解析的 那么它就当成可以解析的文件来进行执行 最后一个是CV20134547的Njx解析漏洞 就是上传一个XX.jpg 在后面跟上一个空格 写-0.php这种文件名的时候 上传之后 还是会当成php来执行的 我们来进行验证一下解析漏洞 大家要学会 大家各种 iis的Apaq 原权的文件环境 可以使用一键环境 可以使用一键环境 先关掉 先打开iis yeis yis 进去webdei をbteig requiresasp 自行 打开mode 这是默认是可以执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目录解析 我们建一个寻入xx.sp的目录 直接建一个1.sp的目录 我们来看一下 本来就可以执行asp的文件 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是500 我们支持5 我来配置一下 我看一下服务器吧 我刚才又建了一个upload的目录 放了一个设点JPG 在1.sp的目录下 也放了一个设点JPG 我们来看一下 在正常目录 跟建了一个1.sp 一种xx.sp的这种目录下 解析情况是不是不同 先来一个正常的 我们发现它当成了一个图片来执行 这个左上角 再来看一下1.sp这个目录 左边图片已经没有了 证明它已经当成sp来进行执行了 这就是它的目录解析 接下来是文件名解析 就是后缀解析 就是常说的方法后面不解析的这个路面 再看这边 再看这边 sp 放一个正常的图片 就是没有封号点JPG的这种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当成了一个图片来执行 我们把它改成 形容 xx.jpg 封号 后面 跟上一个类似于 xx.asp的文件名 我们 xx都不用 J.as 写错 asp 封号 即点JPG 然后就解析成 short.asp 我们来保存一下 看一下 它这个 在Windows上面默认的显示为图片文件 但是我们打开看一下 它已经当成asp的脚本来执行了 做明 封号 后面 不执行这个解析漏洞 也是可以成功利用的 最后一个 就是它的默认解析漏洞 asp ris 默认 可以支持 as aj 这种 我们来再看一下 发现也是可以解析成asp文件的 它是不会 没有解析成图片文件 说明这三种情况都是可以成功 之行的 进行解析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ngx ms 7.0或者7.5的这个方式CGI模式下的PGP代码 解析漏洞 调整一下环境 关掉 这里打开 一键环境就行了 选择版本 ngx 还是先关掉 占用了80本口 已经打开了 看一下 我们这边 建立一个 gsp index php jpg 改一下它的内容 改方式用文本来打开它 我们想让它执行phpinfo 我们看它会不会进行解析成php代码来执行 还是以文本的格式来执行 还是以文本的格式来执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解析漏洞是什么情况 当成一个图 这是没有当成图片来执行 当成的文本来执行的 这个看一下漏洞利用的情况是 在后面加一个斜杠.php 就会当成php代码来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已经正确执行成了phpinfo的功能 就是php代码的功能 而且我们服务器上是没有这个目录的 而是一个这个文件 然后后面只是加了一个斜杠.php 它就会当成一个php来执行 这个就是RS7.0 7.5或者是NGX的解析漏洞 来看一下 在关闭的状态下 我这边并没有 并没有下载NGX的这个环境 用的一键 一键安装的环境 它是默认自带的这个PostCGI的模式 我们可以直接知道 就只是在这个上传的图片文件之后 加上100.php之后 就可以解析为php文件了 最后一个就是在上传的时候 拦截这个包之后 在这个文件名后面加上一个空格 然后反斜杠0.php之后 就可以上传之后解析成php代码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阿巴西的解析漏洞 阿巴西解析漏洞 我这边已经安装了 然后先停止 然后 然后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阿巴西的解析漏洞是什么情况 它就是在从右往左开始判断 形容为这种1.php.xxxx.pa 从右往左判断的时候 文件名 右边第一个或者是 阿巴西不认识 它往左开始判断 看是不是可以解析 判断之后 发现还是不可以解析 再往左判断 php之后 它就确认是可以解析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文直接写成 XXX看一下 发现是无法解析的 当成了文本 而我们把它改成 php的时候 它会先判断 XXX这个解析 解析不了 然后它往左判断 判断出一个php 它可以解析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际解析情况 我们发现 php的info 代码 造成可以执行了 说明 它把这个 1.php.xxxx 这个文件 当成了php文件来执行 解析漏洞 就这样诞生了 最后呢 我给大家有两个细题 一个是在本地的虚拟机环境中 搭建 搭建 IIS 6.0 Apache N7X这些环境 第二个是 尝试各种不同解析漏洞的环境利用 就是复现我课程中讲的内容 同时完成我没有搭建的环境 在进行漏洞的复测 我没有搭建的环境是N7X的 不是以Fast CTI模式来运行的 还有这个 这个大家回去之后 一定要自己安装一下 然后测试一下 到底是不是可以解析 最后 谢谢大家的观看